缅甘来,这个名字,或许在你的耳边并不那么熟悉,但在国际政治的舞台上,它正逐渐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缅甸内乱,缅甘来地区的动荡,不禁让人揣摩,缅北的风波只是故事的开始嘛。 以史未尽,可以知星体,以仁未尽,可以明德诗,欢迎订阅老海说史。 自1948年以来,缅甸内战已经持续了七十余年,时至今日,这场战争依然在激烈地进行着。 今天,我们将一同探讨缅甸内战的背景,最新进展以及对地区安全的影响。 首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缅甸内战的背景。 缅甸内战主要涉及缅甸政府军与各少数民族武装组织,这些武装组织要求获得更多的政治权利和自治权,然而,缅甸政府一直未能满足其要求,从而导致了冲突的持续升级。 最新战况方面,据最新消息,果敢同盟军已经夺取了老街外围的红掌阵地,并且驻守的二百七十余名缅军士兵已经全部投降, 这是果敢同盟军在战争中的一个重要胜利,进一步削弱了缅甸政府军在该地区的势力。 此外,由于冲突的不断升级,数百名缅甸政府军士兵逃往印度。 而印度对缅甸政府军的支持源于两国的历史渊源和地缘政治利益,然而,这一情况并未改变战局,反而使得缅甸政府军的士气受到了严重影响。 尽管中国安排缅甸内战各方在昆明谈判并达成了临时停火协议,但交火仍未停止,果敢同盟军、德昂军、若开军等民地武在战争中取得胜利,使得停火协议难以落实。 同时,若开军逼近缅甸西部地区的军事委员会并控制了五座城市,这标志着若开军在该地区的势力不断壮大,对缅甸政府的统治构成了严重威胁。 此外,瓦邦在战争中保持沉默,但一直在扩充实力,目前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令人担忧的是,战火已经蔓延至中缅申命县附近,若开军首次对缅海军的缴飘阵基地发起了进攻,这一情况引发了对地区安全的严重担忧,战火外移至周边国家,如子弹、炮弹打到邻国境内。 缅北地区的确是英国殖民遗产的一部分。 在19世纪,英国通过一系列战争和政治手段,逐渐控制了今天的缅甸地区,并将其纳入了英属印度帝国,1886年。 缅甸成为英属印度的一个省,直到1948年缅甸独立。 在英国殖民统治期间,缅甸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都发生了显著变化,英国殖民者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包括建立现代化的行政系统、铁路和邮政服务,以及引入新的法律和教育体系。 这些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缅甸的现代化,但也加剧了缅甸社会结构的分裂,特别是在缅甸的少数民族地区。 殖民时期的历史遗留问题,包括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方式、资源分配布军以及民族身份认同问题,都对缅甸独立后的政治稳定和国家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缅甸内战的爆发,持续至今。 缅甸北部的多个民族武装组织,如果感同盟军、德昂军、若开军等,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形成的,他们要求更多的自治权和政治参与,以解决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不平等和压迫问题。 因此,缅北地区的冲突可以说是英国殖民遗产的直接后果,也是缅甸现代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缅甸内战的持续和对地区稳定的影响确实可以用慢性死亡来形容。 这个比喻强调了缅甸因为内战和复杂的政治局势而无法集中精力进行国家建设和发展的困境。 内战导致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和社会经济的破坏,使得缅甸错失了宝贵的发展时间和其他国家援助的机会,政治冲突和不稳定也影响了外国直接投资,使得缅甸难以吸引外部资源来促进经济增长和改善民生。 此外,内战还导致了大量难民的产生,不仅给周边国家带来了压力,也使得缅甸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受损,这种长期的冲突和困境。 就像是一条蛇吞下了不属于它的食物,虽然短期内可能没有立即的致命影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内战的消耗和外部环境的恶化将逐渐削弱国家的生命力。 为了摆脱这种慢性死亡的状态,缅甸需要实现和平与政治稳定,通过包容性的政治对话和改革,解决民族矛盾,确保所有民族的合法权益得到尊重和保障。 同时,国际社会也应该提供支持和协助,帮助缅甸走出内战的泥潭,实现长期的发展和繁荣。 缅甸内战开始变得更残忍,更血腥。 缅北地区的决战 老街地区4000多缅军官兵投降,全部被遣返,没有虐待,还觉得战争就应该如此,投降刻意免除一死。 但是缅甸政府军和缅甸人民保卫军都是缅族人自己的武装,打起来那是真的很,前有缅军火烧两名俘虏,后有人民保卫军枪杀缅军俘虏,缅族自己人杀自己人,那是真的很毒,下手不留情的。 2月13日,缅甸世界省塔木乡霍马林市军队派出武器运输车,为驻守在德牧镇昂扎村的缅军89营,运送补给弹药,半路被霍马林人民保卫军伏击。 缅军四人死亡,十件武器和一万八千发子弹被缴获。 其实这种小规模的战斗,倒不能说明什么,今天打个暗枪,明天端个炮楼,完全都是小打小闹,根本算不得什么。 但是缅军和人民保卫军开始互相仇视,互相虐杀对方的俘虏,这就有点失控,都是缅族人,投降就结局了。 但是不行,必须要杀死,烧死俘虏,才能满足自己的内心感受。 缅甸政府军在几十年来,一直有杀翔的传统,这也是几十家地方武装,死活不肯投降的原因,战斗是死,投降也是死。 那还不如战斗到底,缅军没有优待俘虏这一说,抓大俘虏就杀,成功地遗传到了人民保卫军的身上,缅甸内战将会变得更加血腥,这是毫无疑问的。 要搞清楚缅甸局势的未来,就必须要清楚缅甸政治格局中的最大势力,也就是缅军,对未来战事的打算。 很多人都以为,缅军作为东南亚仅次于越南的第二大陆军,对付各把民地武装应该是手拿把钻的,而且过去的缅甸内部战争中,缅军也确实优势很大,但是,从国感同盟军、德昂军、若开军等三兄弟发动时。 二十七行动后,缅军在缅甸国内各条战线上节节败退,似乎有兵败如山倒的迹象,光在国感老街,就有两千三百多名缅军一次性成剑指投降。 缅军怎么了?其实答案很简单,缅军分不出兵力了,缅军一共有三十七万载边军人,王牌机动师则有十个,然而缅军却十分腐败,吃空鹅,现象很严重,也很常见, 去掉那些吃空鹅的部分后,缅军大约就只有十五万人左右的实际兵力了,而且,这其中能参加战斗的一线兵员,大约只有七万多人。 相比而言,缅甸的民地武装虽然单个拉出来都比缅军差的不少,但是由于缅军分布于各条战线对抗不同的民地武装,且交通设施被大量破坏,因此,本来规模就不大的缅军, 只能采取集中防御重点城镇的方式来作战。 在实战中,这种战法导致缅军很快会丢失距离城镇较远的乡村地带哨所据点,随后就会被包围在城镇当中, 由于缅军后勤保障条件较差,被困的缅军往往无法组织其有效的抵抗,士兵大都没有斗志,向战并不会特别激烈,缅军往往很快就会投降。 这种情况,在清水河镇、邦塞镇、滚弄镇、老街县城等城镇的攻防站中十分常见,在克伦尼邦的首府磊固也出现了类似情况。 而且与缅军相比,缅甸跟民帝五在这个阶段,罕见地取得了在本区域的兵力,战力优势,果敢同盟军战前兵力一共八千人左右, 德昂军有一,两万人兵力,若开军有两万人兵力,同在缅北,且同政府军激战的克钦独立军,则有一,五万人兵力。 此外,在克伦尼邦的克业联军,以曼德勒为大本营的人民保卫军等。 也都有万人左右兵力,更别提还有时刻虎视眈眈的三万瓦邦联合军正规军及六万民兵。 缅甸政府军分布在各条战线上,那七万能战兵力完全不够用,过去缅军总是联合一些民帝五,打击其他一两个民帝五还是很强的。 但是如今,面对民帝五大军的一拥而上,缅军也抵挡不住了,就比如在克伦尼邦,克耶联军自十一,十一行动开始后,已经攻取了雷固市,戴莫索镇,沙都镇,鲍拉克镇,蒙迪镇,贝贡镇等处的二十多个缅军据点。 并且控制了瓦迪镇、茂奇镇、梅塞镇等三个镇区,还占领了克伦尼邦首府雷固市区60%的区域。 目前,以缅军目前的表现,恐怕没有哪个民帝五愿意与其轻力配合,大家只会一拥而上争强缅军控制的地盘。 未来一段时间,缅军可能还会丧失大量的控制区,而等到这一轮的民帝五大进攻结束后,未来的缅甸将会出现一大批实力堪比如今瓦邦的民帝五,进入一个全新的诸侯混战时代。 缅军对民帝五区域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将会进一步减弱。 这都是可以预见到的事,到那时,再加上各大国的影响力介入,缅甸的稳定怕是遥遥无期,属于缅甸自己的战国时代已然到来了。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喜欢本期的视频,在下方点个赞或者订阅频道,如果有什么建议就在下方留言吧。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吧。